我来自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 我叫陆万元 我在这里来是陪着父母 一起来找我哥哥的 我的哥哥没有印象 因为我没有出生之前 我哥哥已经丢了 31岁的陆万元 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哥哥 对于素未谋面的兄弟 他有着怎样的感情 哥哥究竟是如何丢失的 因为过度思念孩子 而遇见销售的父母 又是如何一度苦寻自己的孩子 有请 这一看就是一家三口是吗 一二十号 你好姐姐 一家三口找什么人呢 找我的儿子 儿子这不是有一个吗 这是小儿子 这是小儿子 找大儿子 大儿子今年多大了 三十八 他离开你们的时候是多大 正三个月嘛 四十岁 八二年四二年 是你们把他丢掉的 还是被拐走的 拐走的 怎么个拐法的 我儿子呢 叫陆东生 八二年的八月十九那天 他在他的爷爷家死到一头住 我老公帮他爷爷卖煮肉 我都带着两个孩子 去赶紧那天 去赶紧那天是跟他们在他们卖肉那儿 我都去买点油 飞来的时候 一会儿我说我的孩子呢 孩子 他说他要下去 下去算了 我说那没在的吧 赶他找 亲戚朋友那些 警都在找 结果也没找到 结果没有 派人所报警了吗 公司保了警 哥哥丢了之后 妈妈怎么去找的孩子 妈妈当时发现哥哥不见了嘛 我父亲和我爷爷 还有亲戚朋友们 都在街上的嘛 就满大街找孩子 到处去找 没找到 然后就逢人就问嘛 看见小孩了吗 有人说 看见别人 有一个人抱着我们家小孩 往菊活方向跑掉了 然后我父亲和我爷爷 就朝那个方向追满带上人 有十多个人 追了大概有十公里 以前有一个百度的 当时没看到有百度的 就追不下去了 又只有折回来继续找 然后找了几天之后嘛 一个好心的卖豆腐的大爷 给我们家说 是我们家邻居 一个叫做佐仲勤的 把我们家小孩抱走了 他承认是他抱了我们小孩 然后他说 抱给了一个 抱给了石定街上 一个开裁缝的 裁缝店的一个老板 叫做佐心伐 佐心伐 然后又雇佣佐仲勤 把小孩抱到场口上 交给一个王彦平的人 他给佐仲勤 拿了一百五十块钱的酬劳 王彦平当时 在接小孩的时候 还被我哥脖子上抓伤了 然后王彦平 他又把我哥转手 送给了一个叫做 李翠珍的 石龙的一个女的 就是这个女的 把小孩抱到 一直往菊花方向 跑掉的 前面三个人 他们都承认 抱了我们小孩 但是就是 第四个人犯子 李翠珍 他不承认 抱了我们家小孩 我们拿他们 没有办法 就只好把他们 送到人民公社 让公社帮忙 振破此案 但是到公社之后 前面三个人 他们也不承认 抱了我们家小孩了 我们没有证据 公社他们也没有办法 因为没有证据 中国是讲法律的 最后只好把他们放了 也只有每天 请了二十多个人 到处去打听小孩 每天我们家吃饭的人 都有三桌 都是亲戚朋友 去车站蹲守 要给他们开工资 还有十几个人 在我们家周围 进了十里八乡的暗房 你们家哪来这么多钱 我们家都是借的 借的 现在还欠债吗 现在不欠了 当时大概 为了找我哥 我们当时 八二年的时候 欠了三千多块钱 当时我们家 大概我爸妈说的 有一百多斤花生 一千多斤 那个大水稻 别的在没有了 都吃完了 只剩了几楼 剩了几楼 这个是找到十多天之后 有人说隔壁镇 有卖小孩的 我父亲他们就请了我 请了我二伯和人民公司 管治安的一个干部 还有一些人 装着去买小孩的 想让他们把那个小孩抱出来 让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我们家孩子 结果都没成型 结果人家没有把孩子 抱出来给我们看 又失败了 又只能继续找 三十年了 姐姐一直没放弃过 没有 她是这样 在三十多年前的时候 实际上是侦查手段 和现在是没法比的 所以这个案件 如果发生在现在 应该会很快弄破 但是在当时呢 侦破起来就有难度 这也是为什么 还有些基案没有侦破 有些孩子没找回来的原因 当然 这个只要孩子找不回来 公安机关都应该 再继续调查 孩子丢了之后 妈妈除了找孩子之外 剩下的日子都干嘛 找孩子找一个 各多月时间 每天精神都很仿佛的 吃也吃不下 睡也睡不着 如果没有我大姐的话 我估计 我妈妈可能停不下去 不再认识了 大孩子生了 若是没有我那大女儿 肯定我都绝对 不会再认识了 我都不想喝了 为什么 因为孩子生了 没想到 人活不下去了 因为我的孩子 很乖 很懂事 那是二两岁多的时候 她奶奶家 做那个嬷嬷 把个筷子 给她捅起 她非要喊你 让一点 她才吃 妈妈 你让一让吧 好吃 挺想 我挺舍不得我的儿子 大儿子很好 我还是要想她 想她 我心里想她想她 但是 我若是见不到她 我这一辈子死都不明白 我太愧疚了 2001年的时候 我听到我的歌说的 看到包上 有一个孩子 很像我们家的孩子 我的歌 就把她喊下来了 我太强 我的孩子 路非 我还是跟她知道 因为 我们喊下来 说法都得转速 哪怕是人穷一点 但是 说法要手续用 生吃兼容 我今天还是要过去的忙 姐姐 你现在和小儿子在一块 对 孩子孝顺吗 孝顺 怎么个孝顺法 她 耍了一个女朋友 她喊她女朋友 跟我打电话 都快要结婚了 她的女朋友 都说我平时 我跟你妈妈打电话 儿子都跟她的女朋友 两个闹 过后 他们就分手了 那个儿子都说的 你对我妈妈好 我二天 对你的妈妈也很好 那儿不一 都大闹去 跟她两个闹了很久 过后 他们都分手了 和儿子说 儿子孝顺 从小就看着父母 饱受思念之苦的路万元 清楚地知道 哥哥在这个家庭的缺席 对全家来说 是一个多大的伤痛 因此她下定决心 要代替兄长 孝敬父母 即使是女友 拒绝向母亲 表达生日祝福的小小举动 也让此刻的路万元 觉得没有人比自己的母亲 更重要 今天万一这个大门里头 有你的儿子 这一辈子 你算是 太幸福了 太幸福了 接到你的求助信之后 我们摄制组 立即就帮你去找了 看一看 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陆先生 龙女士 你们好 我是邓洛 寻人团的书栋 在容媒体平台上 收到了你们的寻人求助之后 我们也是 立即开始帮你们寻找孩子 但是由于儿子丢失的时候 年岁太小了 几乎无踪迹可寻 几年之前 我们就已经对你们二人的 血样 几年的采写 而且入固 但是尚未比对上 也就是说明 孩子可能还没有采写 那前不久 我们在山东 就找到了几个 和你们的孩子 很相近的男孩 我们也是 立即通知他们 去采写入固 我们希望能够得到 你们想要的好结果 好 我们希望这扇大门 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我应该会 我应该可以 请走向你们的希望之门 我也希望能找到 把我父母完成心愿 我也想见见五哥 我就是想看他一眼 他说是过得好 我和他的爸爸 都心满意足了 准备好了吧 准备好了 为缘寻找 为爱坚守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若是见不到他 我这一辈子死都不明白 我太愧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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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睡你睡得好 幸福啊 我终于把你照顾 来 弟弟把哥哥 妈妈 爸爸请过来 书东 你们是在山东找到的吗 对 是在山东聊城 聊城啊 其实就像刚才几位嘉宾说的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拐卖栏键 但是这个寻找的过程 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通过我们公安机关去采写 在我们全国打拐DNA数据库中 比对成功寻找到家 寻找到亲人的这样一个案例 来 请坐 这是你的大儿子吗 对 看清楚了 拿什么证明啊 先看看外貌 长得像不 他这样的人是一个长八 对 对 对 真是我的大儿子 妈妈说找不到你这一辈子死不瞑目了 妈妈对不起你 你挠的那个人贩子你还有记忆吗 没有记忆了 也不记忆 后来他们把你卖到哪了 山东聊城 就现在的养父养母家 对 你自己有家了吗 有家 有孩子了 儿女双前 有儿女双前 你看这爷爷奶奶 高兴吧 奶奶 我很高兴 是吧 弟弟和哥哥真的虽然胖瘦不一样 但是很像 弟弟结婚你得参加了 是 你这都算 我已经会去的 刚才这个大儿子在后面跟我说起来 他后来养父养母是到他34岁的时候 才告诉他说其实不是亲生的 是买来的 养父养母跟你说了 你不是他们亲生的之后 你想过找他们吗 我到了当天我就梦了 然后第二天我就去了解南 打拐拜 想不想到有这么一天 能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 想 很想找到他们 小时候你看看 当年这是妈妈抱着你的照片 这个是你救救那儿找的 现在你还可以坐在妈妈身边让妈妈抱着你 你们老家是四川哪儿 绵阳 绵阳是三台县的 那你这会儿是先上绵阳回家呢 还是先跟着儿子上疗城去看看 给我去疗城吧 老头子 你去 都可以 都可以的 干啥子不起 都可以看一下 现在这个孩子找到了 我们会要求四川绵阳公安机关 和山东辽城公安机关联系 再重新进行调查 因为当时的那四个犯的嫌疑人 是有重大嫌疑的 当时公安机关审查过 这个就不受追溯时效的限制 好的 就可以继续调查 我很激动也很快乐 因为这个母亲的一生啊 有了这个孩子没有大不一样 是吧 姐姐 对 好 连着孩子走吧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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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跟老师 走吧 谢谢你 谢谢你 要孝顺的孩子 爹妈不容易 时隔三十余年 昔日被拐的孩子 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 弟弟完成了父母多年的心愿 而爸妈也终于再不用 日夜承受骨肉分离之苦 目送着这一家幸福地离开 我们没愿万家灯火 明亮璀璨 像他们一样团圆美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